嗨,大家好,我是趙佑 今天是照著我練的第三集 我會在這個系列一步一步帶著你入門 告訴你正確的心態、訓練跟飲食 假如你還沒有看過前兩集 建議你先回去看一下 你可以了解剛開始健身前 如何有正確的心態 以及第一次訓練時可以做些什麼 今天要來分享飲食的重要性 飲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不管你今天訓練的目標是外形、力量 或者是運動表現 你都需要有良好的飲食做搭配 才會達到應該有的效果 如果你才正要開始健身 我會建議你先不要嘗試任何太複雜的飲食方法 什麼間歇性斷食、低碳或是生酮飲食 這些我都覺得不是最重要的 你一開始只需要先把兩件事情做好就好 第一根據你的目標算出你每天該攝取的總熱量是多少 第二確保你每天吃下足夠的蛋白質 先來說第一點 首先第一步先找出你的TDEE TDEE是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你每天平均會消耗的熱量是多少 很多人會把TDEE跟基礎代謝搞混 但是兩個是不一樣的 TDEE等於基礎代謝加上日常活動消耗的熱量 加上消化食物消耗的熱量 假如你的TDEE是2000大卡 代表你平均一天下來身體會消耗2000大卡的熱量 所以你每天至少必須攝取2000大卡的熱量來維持你的體重 如果吃的太多 多餘的卡路里就會轉換成肌肉或是體脂肪 如果吃的太少 身體就必須分解你身上的肌肉或是脂肪來提供不足的熱量 那你要如何找出自己的TDEE? 我在以前的影片有提過了 你可以使用所謂的TDEE計算機 連結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你只要按照上面的欄位 輸入性別、年齡、身高、體重、體脂肪跟你的運動習慣 它就會幫你算出大約的TDEE是多少 這邊要注意 這個數字只是估算而已 它不會精準 你可以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自己每天攝取的卡路里 都接近網站給你的數字 一個禮拜後 如果你的體重平均下來沒有明顯的變化 那表示這個數字是正確的 如果你的體重因此變重或變輕 那也很簡單 你就稍微增加或減少這個數字 慢慢你就可以找到你真正的TDEE 找到正確TDEE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規劃自己每天的飲食熱量 因為這個系列是針對新手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新手都是沒有什麼肌肉量 如果你屬於肌肉量低 體脂肪也低的人 你主要的需求就是增肌 我建議你每天攝取的熱量 要比你的TDEE再多20% 這個數字足夠讓你開始增肌 如果你多20%還是沒有變化 那你下個禮拜就再多5% 一直增加到你的體重會變重為止 那如果你是肌肉量低 體脂肪偏高的人 我建議你不用特別分增肌或減脂 通常新手只要開始重訓 然後控制好飲食 都有很大的機率同時增肌減脂 我會建議你每天攝取的熱量 剛好是你的TDEE 然後認真做重訓 忘記體重計上的數字 你會在鏡子中發現你的體態的改變 接下來第二點是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新手的話我會建議男生至少攝取每公斤體重2克的蛋白質 如果男生體重是70公斤 你就至少攝取70x2等於140公克的蛋白質 女生的話則建議至少攝取每公斤體重1.5公克的蛋白質 這邊要提醒一下 不管你當天有沒有重訓 你都應該攝取這麼多的蛋白質 不是只有重訓那天會長肌肉 肌肉的合成訊號在訓練後至少會持續48-72小時 所以你每天都該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剛剛說的建議攝取量已經是平均每天的結果 在最後我要回答一個常見的問題 該如何估算食物的熱量跟營養素 其實我會建議自己煮是最好的方法 你去買一個簡單的食物秤 在烹調前先計算好重量 然後建議大家可以去下載一個APP 叫做MyFitnessPod 它上面有許多食材的資料庫 你可以查到你所使用食材的熱量跟營養素 基本上計算熱量都是使用生食的重量當作標準 每個人烹調的方法都不同 使用手指來計算是不準確的 至於外食該如何計算熱量呢 你可以選擇有營養標籤的食物 但還是建議你有一些煮飯的經驗 你自己有煮過 你才會對食材的份量有概念 你在外食時 才能盡量準確的估算熱量跟營養 千萬不要懶著煮飯 花心思好好把飲食控制好 才不會讓你辛苦的訓練白費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假如你喜歡這個影片 也請幫我按個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關注我的粉絲團跟IG 那邊會有更多照片跟健身知識的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